行走江湖 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点 得罪人了还不自知 双鱼有分精明型跟糊涂型 精明型的双鱼聪明外露 很懂得拿捏分寸 老实说这一组不太会得罪人 只会给人一种存回算计的感觉 糊涂型的双鱼是靠感觉在走江湖 所以一想到什么就说出口 连当下什么状况都没有搞清楚 你公司的群租里有双鱼同事吗 是不是他随便丢出一句话 就让全组冒冷汗呢 因为很可能他说的话 是瞬间打枪了组里最高的长官 而且你问糊涂型双鱼说 你得罪过人吗 他会很天真的告诉你 没有吧 应该没有啊 虽然星座的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其实双鱼爱的形象 伸直大家的内心 对不对 看起来又傻乎乎的 但其实他们做某些决定 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可能当下的气氛使然 双鱼座都会说好啊好啊 但回到家细想才发现 那个景点或那个行程 他根本不想去 他很可能就会找借口推脱了 另外也有可能 因为今天的feel不对 他不想出门 或者是一个不存在的理由 他就忽然放掉对方 不过这个前提当然是因为 他觉得你是他的熟人啦 也不怕得罪你啦 他知道他这样做 你不会离开他 老师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门摔坏 水瓶应该不是把门摔坏 大家都觉得双鱼座看起来很nice 很好脾气对不对 双鱼会生气吗 双鱼的生气通常来自一种委屈 我已经牺牲奉献到这个程度 你还没有看见吗 所以有一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 但是他问的不是苍天 他问的其实是你 当你问他 怎么了吗 他还会告诉你没有啊 没错 双鱼座超级爱冷战 他生气 为什么他还要告诉你 你应该要发现才对啊 所以可能讯息也不回了 也不接你电话了 他会觉得 我消失总可以了吧 反正你也不在乎我 但其实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折磨 天平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蝎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12星座隐藏真面目 来了 各位一想到双鱼座 我们就会自顾自的 把他们想的好浪漫 是不是 觉得他们很爱哭 觉得他们喜欢装弱小 觉得他们很不切实际 所以看人一定是两眼全瞎 可是双鱼座 你真以为他那么瞎吗 隐藏版的双鱼 那个粉红泡泡 是他演给自己看的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来跟他工作的 或者你是外人 他务实的很 还有很多双鱼座会憨憨的傻笑 而且看起来真的有点迷糊 但是不好意思 我再说一次 这是他的保护色 他其实在偷偷的观察你 因为他看起来很无害 对不对 所以你在他面前就什么都说 什么都露出来 然后添这些蔬菜 为他什么用你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好心的 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已经被封锁了 12星座讨厌你的举动 有些超明显 有些要通灵才能看明白 没问题 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 双鱼讨厌你 你一定会知道 而其他人不会发现 不过这是双鱼自以为的 其他人不会发现 因为双鱼是用于一种 各种冷漠 各种忽视 团体当中聊天 也会避开跟你对话的时机 或不想跟你对视 一方面 他们不擅长跟人正面冲突 所以他会尽量避开 跟你碰面的时机 遇到困难也不会对讨厌的人求助 宁可自己都花点时间去学 并且这个避开 有时候蛮明显的 他会说 就先不要这样比较好 那他一直避开谁 那就是他在讨厌谁咯 双鱼其实也不太主动 跟别人说他讨厌谁啦 但明明跟讨厌的人 说话嘴角都会抽搐 所以咯 周遭的人都会知道 某某某 可能被双鱼讨厌了 双鱼还会感到很压抑 觉得大家怎么都知道呢 明明明显到不行好吗 今天来点负能量 12星座谁最负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后却可能会弄你 到底12星座为什么要负黑 那个负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双鱼 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星座 而且他们很容易 掉进自己的幻想里 比如说他们就会有 被迫害妄想症 那一旦他起了 被迫害妄想症 对方的一举一动 在他看来都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很难不负黑了 所以如果一个双鱼座 开始闲下来了 开始静下来了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可能就会充满无力感 或者是没有办法 不把事情往很悲观的方向想 所以双鱼座最好还是 让自己忙一点比较好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12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双鱼座堪称控制狂 第一名 因为他太需要控制了 他太需要有一把尺 他有一把尺 他也会用一把尺来规范别人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规范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石骨无存 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 所以非有不可 所以很多双鱼座都会有 他自己的执着 比如说他会执着于健身 你看这就是控制的一种 或者是他们非常的喜欢规划 规划行程 规划晚餐 规划所有的一切 他们不只规划自己 也规划别人 所以出去玩 大家一定要照他的安排走哦 比如说集合的时间 一定要集合 然后到排定的景点去玩 如果没有这样做 双鱼就会生气 或表达强烈的遗憾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 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双鱼座在绝境中生存的能力 是十二星座当中数一数二的 而且你们其实适应能力很强 然后让自己人生往上爬 简直就是绝处逢生的正能量 可是 我必须说 很多双鱼座呢 有逃避现实的这个能力哦 有很多时候你已经有了某一种我们很看好的能力 但是你觉得哎呦我有瓶颈 我有困难 然后你想逃避的时候 说真的 你旁边也有真的很多路可以让你逃 那不就是好不容易成功的地方 你又把它放掉了吗 所以这种逃避现实 又造成了你生命中的下一个障碍 或下一个绝境的可能 可以这么说吗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找绝境啊 这是不是有点是你性格中的缺点呢 双鱼应该去思考一下 你跟绝境的关系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这就是工作大班风的高峰期哦 除了老板坏掉员工 也有员工坏掉老板哦 本公司一个想离职的小编 就做了这一则专题 对 12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时候都想离职 今天我们来讲12星座离职前的表现 再来就是双鱼座了 准备离职的时候 它一定会 怀旧感很强 因为它真的是会不舍之情 异于言表 因为这里 我好歹也待了一段时间 大家也跟我很有交情 公司的小猫只依赖我 所以它会被这种事情给捆绑 可是不要忘记了 双鱼座是变动星座 它的另一面 可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要去新的地方奋斗 新的地方我一定会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一边勤奋的工作 一边它会在它的位置上 回味美好时光 可是你不要被它的怀旧给骗了 因为它是在回味它上辈子的事情 它现在正在准备投胎到下一辈子去 所以一个双鱼座如果考虑要离职 它可能就没有平常那么的勤奋 它的工作效率可能也会比较降低 你可以从这些小地方看出 这个双鱼要不要离职哦 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 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睐 白羊座 天秤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还没有找到 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变动就是来一点创意吧 那就是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变动星座之所以叫变动 就是你们不安于现状 相对于固定的静止不动 你们更关注的是周遭的环境 这四个星座呢 在职场上也有不怕麻烦的特质 我常觉得他们是一人可以当两人用 手脚非常利落 而且性格非常好强 又很强势 不关他的事 他很可能也很好奇 也想参与 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他们动不动就越界 可是相对的也培养了他们 在这个职场上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开始变成全能型选手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变动星座是一个反应很快 对市场的这个风向的转变 嗅觉非常敏锐的星座 变动星座是一个非常容易不耐烦 或很容易转移焦点 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星座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 他就很需要把注意力转到更有困难度 或更有挑战性的地方善用他的好奇心 比如说平常在公司里面调动他的植物 这些都会让变动星座 重新燃起他对职场的热情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